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当初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,虽然主场是白浅夜华的,但是自从东华帝君出现后,一眼就觉得这个人物非同一般。 那白发,那紫衣,那坐姿,那说话的语气,真是魅力四射,自带主角光环。 没有看过原著的我,那时候还不知道,她后来和白凤九的戏份,更不知道还有第二部,是专门来写她的爱情的。 所以枕上书开播的时候,只要更新,我都会看看。 这一看,觉得帝君虽然贵为天地共主,平常都是高高在上,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。 但是真爱上一个人之后,他其实和每一个深陷秦海中的你,我他没有什么分别。 特别是吃起醋来,真是比谁都狠,记忆中帝君做了一下事情,帝君来到范茵谷后,看到凤九和小燕住在同一个院子里,于是要和小燕换院子。 帝君看到凤九对于小燕喜欢,吃什么糕点了如日长,非常不爽,于是后果很严重,好好的聚餐很尴尬,不欢而散。 凤九为了拿到平婆果,在帝君膝下学习。帝君为了阻止小燕经常和凤九见面,于是设下结界。 但是呢,凤九还是偷跑出去,和小燕逛街商量平婆果的事情,帝君在后面跟踪。 第二天,帝君为了报复,让凤九在雪庄上,整整练了一天的剑,摔得满身伤痕。 帝君问凤九为什么非要得到平婆果,但是凤九不能说出真实目的。 还在帝君面前说什么不管是小燕还是自己得到平婆果,俩人都一约一半的话来,这下帝君生大气了。 后来姬衡又以治病为由,要这平婆果,所以帝君把平婆果给了姬衡。 这样赢了比赛的凤九伤心不已,只能独闯蛇阵拿到平婆果,没想到困于阿兰惹之梦。 这件事情帝君做的确实不靠谱,小九为了拿到平婆果,那些时日几乎是天天练习,认真努力。 想起要在雪庄上练剑,那么滑,还要蒙上眼睛,出席者铁钉是摔得满身伤痕,凤九没少吃苦头。 可是付出了这么多,千辛万苦期待已久的平婆果,就这么轻而易举被帝君换成一筐盘桃。 换位思考,无论是谁都很难过。 而且帝君送的这个人,还是自己的情敌,难过更加了几分。 当然造成这么多误会,也不能全怪帝君,还是因为他们不够坦白,彼此猜来猜去,让误会更深。 爱情世界里最忌讳自以为想的都是对的,其实相差甚远,曲解对方的真实心意。 很多美好的爱情都是这样被拆散的,实在是可惜。 所以,奉劝真心相爱的情人们,如果有什么苦衷,坦白地讲出来,不要憋在心里自己独自承受。 你说出来,对方不能接受早点拉倒,长痛不如短痛,对方如果接受那更好,还可以帮助你一起想办法解决。 就像帝君,他如果真的知道凤九的本意,是绝对会把平婆果给他的。 说不定也不用费尽心力比什么赛了,以帝君的分量,问女君要个平婆果,还是很容易的。 可能连平婆术都能要来,但是凤九就是这么不自信,你看凤九的很多行为,都是他自己心里想的。 从来没有勇敢地真正问过帝君内心的想法。 好在,元许三生,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也祝愿每个人能够真正和自己适合的人在一起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